Hello 我是Amy Hello 我是Li 我們是Amiyakoli 今天要講一個很有時效性的話題 我剛跟交往五年的男朋友分手了 所以呢 就是有這麼開始 對啊 分手了 還裝可 所以想說跟大家分享一下 日本人交往到分手大概是什麼樣的情況啊 還有他們分手有什麼撇步啊 因為你知道分手也是有撇步的 分手有很大的學問 所以如果今天你也是很想分手的人 或者是擔心分不了一年 對 你就可以來看我們這集 來教你要怎麼分手 怎麼跟日本人分手 怎麼跟日本人分手 這樣好嗎 這樣好啊 就總體亂分 然後就是比如說被抬啊什麼的 好像很多吧 對 我們接下來看日本實際上的情況是怎麼樣的 首先呢 有男女朋友人數是 2021年調查顯示 男生是全男生的21% 女生則是27% 女生比較多是因為男生總數比較多 還有大家說其實是有可能是因為男生腳踏很好穿 或者是男生覺得是完完 就是他回答我沒有女朋友 然後女生覺得是在交往 這個也是有可能 然後還有一個我自己本人也很好奇的東西 日本人他結婚之前平均在交往多少人 我查了一下查到的數字是男生平均5人 女生平均4.5人 但是會比台灣人多啦 對啊 因為台灣人是四成的人有交往過一到二個 然後就結婚了 對啊 我周圍的人頂多 就是像從高中再開始交的比較早時候的女生可能會比較不多 但如果你是從大學開始交的話 其實就是第二個或第三個啊 喔 可是日本人他們是結婚的時候 四婚年齡才開始婚活嘛 對啊 所以他們在交往的時候他們是 不會想到要結婚的 所以日本人基本上 他可能第一個第二個他不是真的要認識 就是只是純粹交往而已 所以我覺得他們人數偏多 所以其實這個4.5或是5的話都是他們算交的 認真算 對 因為日本人會說我認真交的大概有幾個 他們滿多不明不白 他們很容易不明不白 不明不白就算不出來了 就到底幾個他自己搞不清楚 的確五個有點熟了 我覺得他們應該都有氣吧 對 所以這個是認真交的啦 我覺得一般人都是人數一定會比他很多 因為他沒有那麼的認真 而且他開始比較早吧我覺得 對 對 台灣就有一些爸媽就很愛一直說 你要上大學才能 從美根本就沒有 我真的覺得就是因為有這個影響 但我說真的我真的要苦口朋戚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養小孩 可是我真的要勸 就是亞洲父母一句話 現在人最難受的就是感情學分 如果你早點去認識 然後知道男生是一個怎麼樣的東西 就你才可以真正去想說 你以後要適合什麼 那大概平均維持多久呢 其實這個我反而有點驚訝 就是他們的平均的話 是2.7年男生 女生3.2年 可是我覺得這是因為 交往短的人就會交往很短 交往長的人就會交往很長 所以這個調查他其實是印以上兩年 會買到兩張三年三年五年五年以上 就其實每一格都蠻多人的 嗯嗯嗯 攤開 就其實是攤平的 然後就是大家各自對感情太多 不太一樣 他就在研究說 就到底什麼樣的人才會長久 然後就發現說比較長的人 他比較會專心聽對方說話 然後會記得對方的生日 然後我想什麼意思 然後我就稍微看一下 就發現說交往一年以下的人 他們只有三成的人記得對方生日 好快喔 到底記得什麼啊 然後 但三年以上的人 也只有四十四%的人記得耶 還不到一半 所以到底在幹嘛 到底在記什麼 到底為什麼交往啊 對啊 喔對 就是到底為什麼交往這件事情 一直瀰漫在 這個人的人生中 就好啊 那就是不過生日就對了 然後也不過紀念事 然後也沒有約會 然後也不停對方 然後又不聯絡 然後LINE一天一次 那幹嘛交往 對啊 你幹嘛交往 那好怪 那什麼 那什麼理由呢 就比較正常了 就第一名呢 是 價值觀的不同 然後第二名是 被出軌 第三名是 遠距離戀愛 第四名是 已經不喜歡了 第五名是 管太多被束縛 然後第六名是 喜歡上別人 第七名是 對結婚的觀點不同 就都還蠻正常的 但是我覺得 日本的價值觀不同 有的時候 有點奇怪就是 那這樣子幹嘛要在一起的那種 就有人寫說 當初為什麼 有人寫說 因為我本人是 室內派 然後跟室外派的他很不合 然後我就想說 那你不是一開始就這樣嗎 對啊 然後或者是那種 對用錢的感覺不一樣 然後這也是 我們一開始在一起 好乖 還有就是 到底是誰提分手比較多的話 男生的話 被甩47% 甩人33% 沒有特別誰特別提 就20% 所以男生比較多是被甩的 你看他的理由 就有人就是 就是沒有甩過的人 所以就是被甩這樣 你知道他們對於感情的經營 他就是也沒有在經營 但也不會學到他們 就放著這樣 對然後所以就 不知不覺就被甩了這樣 然後有人 對 這是一個活生生情 對 而且老賊 我那天有時候 我可能洗個衣服 我回家就發現 我的衣服是 被整鞋折疊在我的床上的 然後我就會說 欸 你為什麼就是 我分手之後你就人比較好 就優雅 然後他就說 我只是沒有用那個視點來看 我想說 嗯 沒有啊 你現在比較冷 就是因為被分手了 所以才能覺得 就有點紫密VOLOVER 就有點淑醉意味在 哪個好笑 還有是說 因為不知道怎麼提分手 所以就被甩 喔 所以就被甩 就放著 然後覺得好像該分了嗎 因為有沒有在見面啊 然後結果對方就別的說 然後就說 好荒謬喔 還有一些人很有自我意識 就是說 因為我終於在經營 然後就是一成不變的生活 所以就被甩了 所以 他有沒有要改善 然後他就已經是自己發現了 對我也真的 很奇怪 然後而且其實我覺得 日本人分手的原因 就比如說遠距離好 其實我覺得遠距離很多人 是趁著遠距離分手 你有過分 其實原本就是蠻想分 但是人在的時候 蠻難分 不好分 然後想說 欸就趁機趁遠距離 就是整個讓他就是 分掉 然後就分掉 所以我覺得蠻多人其實是這樣的 這還蠻好用的說 然後我們進入主題 這一次呢 就是在跟老賊分手的時候 我覺得自己已經是一個40歲的女人了 不想要在分手上 好想鬧鬧啊 或者是鬧來鬧去啊 對 或者是在那邊 糾纏父親那種 我就覺得不行 我要認真分手 所以我就真的看了很多網上文章 然後有幾個我是真的覺得蠻受惑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 第一條 第一條 要先給對方心理準備 嗯嗯嗯嗯 放棄的我第一段 就你知道大家初戀的時候 通常都會分得比較糟糕 然後我自己第一段 那時候覺得很不諒解 是因為我前女友 那個時候我短暫回台灣 然後她還在日本 每一天約打Skype 嗯嗯 我們還會一直傳Email 然後就你知道隆情蜜 我自己覺得是沒差 但她可能早就已經想分 但她還是表現出 好像很隆情蜜 對對對然後前一天 那天還說愛一起的路由什麼的 就還說I love you 所以到那天她當天跟我說的時候 我是真的很不能接受 凡事呢 大家都是一定要循序漸進 要讓對方的心理準備 如果你是欸我們還在那邊上一秒子 還在那邊開心 下一秒就分的話 誰都不能接受 對 可是如果你已經都都都 欸約不出來啊 然後就是簡訊不回啊 不回啊 那這樣她大概會有個底 然後這一次我就是有 有採取這樣的狀態 我本來在國外嘛 然後都是有正常回 後來我就是真的自然而然的覺得很難的回 因為那種的都還蠻糊 那我都給她看 對她都會跟你講一些什麼很熱啊 什麼喜密啊什麼 但後來我就真的完全沒回了 完全沒回到她 她直接著急的寄信到我的公司信箱 說我的帳號是不是被盜 然後我就立馬回說 喔沒有 因為我也需要一點時間 讓自己想清楚 需要時間想 自己想事情 所以你可不可以 就是我們先暫時都不要LINE了 然後她就說好 我就斷臉哪個禮拜之後 我才用LINE跟她分的 我出出來那一刻 她應該早就已經有底了 對 所以這個比沒底一定好很多 因為她自己也都會思考說 那我到底要不要玩了 或不玩了 對不對 所以首先你真的是要給別人心理準備 不要太突然 謝謝 第二個是最好當面說 這個其實我覺得人之常情啊 就是 萬一有一些情緒過激不好處理的 也很有可能 所以建議是約出來 但事實上 其實網上的調查說 大家都是在家裡去講 可能怕就是 被別人聽到或什麼的 但如果你覺得你的對象 很有可能 會不接受的話 那網上的調查是 建議你約出來 哎呀很好笑喔 她也建議你約中餐